那如果呢,老師在執行我們這種適用占D,尤其是可惜式版本,模型比較多的 萬一真的打不開,你可能可以了解一下什麼原因,主要都是重複執行 比如說剛剛我們是說,請老師打開這個檔案對不對 但是有的人就會怎樣,點兩下,然後他還在跑,點他一下 這樣就叫做他卡在裡面,卡在裡面不是這個程式,是交換 因為這個軟體是以交換為主,好交換為主 那所以說呢,萬一你打開了,看到這個畫面,一下消失了 結果你又執行一次,不要緊張,不用重新開機 你就微軟的三件客按下去,你應該知道微軟的哪三件客吧 Ctrl,Auto,Delete,要記得,找到Java,就是在背景的應用程式裡面有一個Java 你找到他,找到這個應用程式,把它結束工作就好 這樣子你再重新打開我們剛剛的那個執行檔就可以了 就是如果萬一你的電腦是,或是學校電腦稍微比較慢一點 可能需要等一點點時間,他才有辦法進到這個地方 就是執行一次就好